我都准备好了 好谢谢你们 我估计他们也快来了 一切 按我们商量好的进行 好的 快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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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开 快开开 好 那我先躲起来 你想起来 好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烨 不要 我妈复活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还是吃了 但是飞飞 你听我说 咱赶我教别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救伯母的 对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来一趟吧 以我的腿里 铺开好像有大动作 给我地址 好 什么事啊遇到这来 来了 什么事啊这么冷的天 你不是要看世界上最大的梅花路吗 现在 所以什么事 你来 做一个事 让我 primer 我去做一个事 什么事 这个事 要不够 好 我想 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煤花路了吧 喜歡嗎 我也很感动 相信 其实 其实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 就爱上你 我对你的爱 不会输给任何人 这枚戒指 我一直戴在身上 最想着哪一天 能够亲手跟你戴上 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请你相信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 嫁给我好了 嫁给我好了 嫁给我 嫁给我 嘉麒 嘉麒 你不能嫁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愛你 這香氣不是我送給震冬的嗎 怎麼看你這 他一直在我手裡 這是你送給我的蜜月禮物 我找到了 那就是把震冬的 如果你還是不信的我 你看 什麼 你以為拿個破相機 弄幾個破疤就可以假扮捧震冬嗎 你不叫求婚嗎 拿來 詹希 我們兩個就像在不同的時刻 沒有辦法交集 我經常會從夢裡驚醒 或許念一樣 我經常望著星空發呆 或許念一樣 我不敢去動物園 因為我害怕看到梅花路 但又很期待 或許你也一樣 因為我深愛著你 你說你是彭震冬 那這十年我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在哪裡 是他 是他陪在我身邊的 你要求婚是不是 我答應了 是他了 那這一題 是他們的 是他 他 他 他是他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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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年加薪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知道吗 就像他说的 他伤心 难过 委屈的事 都是我陪在他身 就算你是洪正东 回来的也已经太晚了 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 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 命运太草率 让我们相遇又分开 那些美好还刻画在心中 我能拥抱的却只剩遗憾 思念太长 让我心不太短 思念太长 让我心不太短 你不能嫁给他 因为我爱你 我说我爱你 我现在说了我爱你 大叔你也别跟我绕弯子 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不起 是那种像妹妹一样 我以为 我海刻画在心 哎不要放了 你們不要人多欺負人少 別拉我手 不要 別 你拉我手幹嘛 我就是沒震動 算你運氣好 什麼意思 我已經想好了 如果你不恨我道歉的話 我禮物就不給你了 那到底是什麼 蜜月禮物 震動 你為什麼不回來找我 我已經想好了 嫁給我嗎 這也太突然了先生你搞錯了吧 他只是把你扎傷用不了以身相許了 我結婚了 這時候老公 才認識一天就結婚 你不覺得有點草率嗎 我都把他挺扎傷了 當然負責任 早知道扎一下結婚 你可以扎我呀 我也能扎嗎 你怎麼這麼做 但是紅色不合 你最貪心做不到 你不做不到 你如果想把你照顧 你真是天首 老婆 有本身一臣 你真是天首 你真是天首 要不咱们就把相机的事实 告诉佳琪 不行 我知道 这可能有点天风夜淡 但你仔细地跟她解释 也许她就能相信了呢 再说了 实在不行 你就再带她回到一次十年前 不就完了吗 乌尧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 会记记前几个时空的记忆 也许 我跟你都经历过此事件 佳琪的性格一定会亲自使才会相信 可是这样的话 她就会记得所有的事情 这样一来 她被杀的记忆也会复苏 她已经没有痛苦十年 我不能让她再继续痛苦下去 总而言之 我不会让她再想起来 我觉得吧 佳琪嘴上不承认 可是她心里已经承认你是彭震东了 她只是 接受戒指 是故意气你 气你这么多年不出现 我知道 真相不能说 那我就来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骗她 不是善意的谎言 重点在于善意 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她嫁给杜凯呀 问题是 你怎么解释这么多年不出现 总该有个理由啊 姑娘 姑娘 需要帮助吗 这是我们筹办的慈善拍卖会流程方案 您过目 喂 是我 什么 高烧三十九度半 一定是昨晚晚上 沉上了风寒 不过我们已经给她输了夜 今天就应该可以醒过来了 晓晓 晓晓 这怎么了 没事啊 潘叔来了 韩总 我看宋小姐的眼睛有点腐肿 应该是昨天晚上哭过 您看 会不会跟韩如飞有关系 我担心你昨天晚上状态不太好啊 来吧 先吃早餐 我先为胃口 哦对了 围巾我给你治好了 但让看看合不合适 我先为胃口 哦对了 好 嘉欣 你开门啊 你替我当面给你解释 嘉欣 我去处理 哎 别理他 不 她说我请真 Olha 咱 我也去 又拍她 我来 他旅行 你听我给你解释 十年不出现 现在在解释你不久点晚吗 姓韩呢 我警告你 不要一直在这样骚扰嘉欣了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 我现在要报警抓你 我十年没来见你主要是因为我 我才想起你 我失忆了 这理由光是骗子用了三次 你就会相信你吗 我是真的 那我问你 你说你失忆了 那嘉欣八九年前 寄存的信件和相机 为什么会被人取走 那是无药拿走的 他是我兄弟 他过来清理东西时候发现的 如果是无药拿走的 他为什么不直接还给嘉欣 他把嘉欣堵无私人 怕他伤心 那我再问你 你恢复记忆以后 为什么还要来做嘉欣的助理 而不直接告诉他 主要是一个贪质的关系 先让我进去 我给你好好解释 不好吗 还有最大一个漏洞 为什么嘉欣十年前就见过你 精神病人献上 我也不知道 我应聘的时候 他就指着说我精神病 还很亲切的样子 我为了应聘成功 所以你说什么 我说了这么多你的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别 假许 我出去看看 你哪在认认了老邦 等你啊 你是不是知道有礼物 果然是心里有鬼啊 说吧 去哪了 什么有鬼啊 我一直都跟飞飞在一起呢 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下 外面的盆栽都碎了 那家我爬那不动 你爱我吗 当然了 闻我 闻我 你爱我吗 那是啊 对不起 不用说 不用对我说这三个字 哎呀 我好乱 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先走了 等等 这个我会被你留着的 失忆 你继续编 真的 你想啊 大爆炸呀 砰 把所有人全都绷进海里了 虽然捡换了一条命 但是呢 脑部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所有的记忆全消失了 行了 别装死了 再装就不像了 还不起来 你再不起来 我走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关心我的 证明 证明就是彭震东 你可以问任何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我都能打上来 我不相信你 我只跟你五秒钟 你说不出来 我就报警 就五秒 五 四 你懂的 三 二 一 我以为爱到最后不会心碎 我以为能一遍遍把你寻慰 爱你一个人就足够 才为你放手一搏 我们都没爱错 你为什么让我等你使你 我难返有一点奇迹 我都会回来找你 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任何人任何事情 你永远不会叫我们都分开 我看自己的 接着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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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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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焦焦 焦焦焦焦焦 焦焦醒了 就是口渴了 我说你想喝这个消耀五算 谢谢发说 对 大佳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就昏倒在公园里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韩若飞 小小 我答应过宋岚 要好好照顾你的 再过几天 就是你妈的忌日 你这样 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家欣 饭好了下来吃饭吧 你先来坐 我有话跟你说 杜凯说的没错 为什么十年前 你和我老公同时存在过 嘉欣 十年前 游艇大爆炸 医生给我做了换脸手术 这张脸的捐献症 就是那个精神病 这么离奇 我可以给你所有的资料 和相关的联系电话 你可以去核实 如果你愿意听我的故事 我可以全部就给你听 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亚洲的一位小女官爷 那个时候你突然间闯进来 要砍梅花鹿 你谁啊 我们穿梅花鹿吧 然后 我们迷路了 星空下拍了新鬼图 度过了这辈子我最难忘的时刻 第二天 我们去看了相机展 你对我说 第一眼喜欢的东西 就要马上拥有 所以 我想你 求婚了 嫁给我吧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觉得韩若 跟胖正东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坦白 我看到杜凯这么照顾你 我甚至有想过要退出 永远不打扰你 但是我根本做不到 贾心 我真的没办法失去你 所以 我应该要叫你 彭正东 还是韩若飞 叫我韩若飞吧 过去的事情 叫她过去了 若飞 我相信你 你说的对 过去就让她过去 但如果你真的是震东 你就不能伤害乔乔 她是个好女孩 混费 中国呀 我们继续 人对 我下来 确刃 你 服务 我都想问你 他们跟你在一起 他们在家 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见得什么时候 前天 莫公司在放烟花呀 就是弄成那个鹿的样子 如果我看见了 他当时在哪里 他应该跟杜总在商量协讨 放烟花的时间吧 他跟杜凯在一起 你都没告诉怎么回山了 喂 哪儿呢 我没到家呢 怎么了 乔乔失踪 他应该听见我前天说的话吧 前天晚上送乔家也在 糟了 我是说万一 万一他要是听见了 他要是告诉潘仁我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他先不跟你说了 潘总 看到乔乔了吗 没有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我找他有点事 找他手机也不接 你最好不要骗我 如果乔乔出了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自己找上门来了 正好 这里是医院 找CT方便多了 贾欣怎么样 杜凯 咱们这么多年朋友 这些年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撮合你和贾欣 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觉得 只有你才适合贾欣 放弃吧 放弃什么 贾欣呀 我早就放弃了 我是说 你没有必要等他下来了 难道我连做朋友的关心 都不能有 贾欣只有在韩若飞身边 才能够真正地平静下来 他们两个是不可能分开的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只是想关心他 照顾他 可是 可是他需要的不是你 请电话请电话 请问是宋乔乔小姐的朋友吗 你哪位 晕倒了 哪个医院 谢谢 谢谢 来 干吗不直接通知请韩呢 潘总说了 这个韩若飞警惕心很高 让他自己过来问 可信度更高一些 对了 我一会儿会想办法 让韩若飞走楼梯 你就在楼梯间等他 弄晕他之后 直接送到CD室 明白 这次 煮熟的鸭子 都送到嘴边了 要再让他飞了 潘总可就不讲情电了 你废话不少 我还是要去 咔嚓 这次 是 有 有 有 好 怎么样 一切顺利 CT照一出来 不要经过任何人 直接交给我 恭喜潘总 马上就要知道实情的真相了 你到底是不是彭震东 就看你有没有整容的痕迹 你确定没有去错 肯定没有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潘总 这姓韩的也快醒了 要不要动手 先不要着急 乔乔很在乎他 如果真是我搞错了 那受伤的只会是乔乔 那您说 他醒了之后 会不会怀疑咱们 他凭什么怀疑我 他又不知道 是我们动的时候 他有什么证据 我先去看一下乔乔醒了 我想知道 他跟韩若飞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depending 这剑 États 钱 摆 rendez usters 天 脖炖 脖子 你对小小干了什么 这是我们的私事 麻烦你给我们一些空间 小小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到底干了什么 潘叔 你先出去吧 小小 其实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能送我回家吗 潘总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我这不是来看看瞧瞧吗 听若飞说他晕了 现在方便吧 没关系 等会儿开心 等会儿再说吧 潘总 还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吗 其实 其实我心里一直喜欢我 是许家心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 有自作多情啊 其实你早就知道 从游家村开始 从游家村开始 你就能感觉到 你看佳心姐的眼神 给她包扎伤口 用了头巾 都是在提醒我 我不傻 我不傻 只是我不愿意去想 不想去相信 晓晓 你是一个好女孩吗 你是在给我发好人卡吗 为什么不早点说 好让大家看我的笑话 从今天开始 这是你最后一次送我回家 现在 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小小没事就好 我觉得她现在需要静一静 你说姓潘的那边 她得多久能发现CT照片有问题啊 应该 应该马上就会发现 怎么 我等会儿再说吧 干嘛不直接通知情换呢 我天哪 我怎么比猪还笨 我看不清了 我都不想她 我看了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都不认识了 那我们是个小小小的小事 你怎么看 我都不认识了 我都不认识了 我不认识了 你怎么看 我都不认识了 你知道我认识了多少的一次都给了你吗 我早就说过了 还只有这个人报对付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早就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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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別激動啊 跟我說啊 我給你分一個事 你看你啊 現在任務已經失敗了 那你只有兩條路可以做 什麼呢 一 這就是跟我們合作 第二 就是回去找你們家潘智勇 但是你醒醒 你任務失敗了 潘智勇會放過你嗎 再說 你不就是為了點錢嗎 潘智勇他能給你 但我們也可以給你 而且我們 可以出雙力家 我覺得 你好好考考考這事 對 對不起潘總 我 我醒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把計劃實施完成了 我是怕被您責備 讓您失望 還沒有和您說的 謝謝潘總啊 媽 你要是再失守 就跟我永遠消失 潘總 要不然 我再找個人跟潘總肺 潘總肺 太聰明了 兩次失守 一禁大草禁舍了 如果他是 潘總肺 那他最大的弱點 就是他夢境 您的意思是 我讓你籌備的那個 慈善拍賣會 準備得怎麼樣了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 把時間改一下 要提早 拍賣地點 也改一下 哦 是 孔萬物 重點 可 時 舊